各位 这里有个贴文 讲一个交通事故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公仔里面 这一批黑色的东西是一辆黑色的车 冲过来 前面有两个女孩 这两个女孩是当场死亡的 驾车是一个黑人 法官是一个黑人 现在这宗案件 法官就说 2万元保释后审 两万元 bail 但很明显 网上的人不太满意 因为是disturbing 私人担忧 两个人在这里 第一个人在比较 左手边这宗案件 两万元后审 但这里写着就是两万元搞定 不是 是两万元保释 所以这里是有分别的 另外就是2000000K 所以这个人很不小心 但这边他提出就是说 因为特朗普说自己 法官告他 有纽约告他 说他报大自己的资产 而是给法官罚了3.6500万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罚这么多 计法很离谱 但这个主要就是 我先看看这件事故 很明显就是 黑色冲过来的位是红灯的 而这个白色车是绿灯的 而是速度太高了 直接就把这两个女孩撞死了 他就说这是一个恐怖行为 他就说如果司机不是黑人的话 就不可能是2万元可以保释了 这里就说有人说 黑人的权利可以在美国 破了所有的法例都没问题 仍然都是受害人 那到底是什么事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 这里我们看到网上的人 那些资料 一般的 我认为2万元后保 就已经是非常的disturbing 很烦 加加一点 而一天变成了 2千万 2千万 2万元 2千万 这个很明显有错 然后再拉上 特朗普事件 现在美国人 将事件全部以意识人形态 认为这个不对 然后再拉其他东西下去 作为支持自己认为不对的理由 一件事或一件事 这件事是对的 还是那件事是对的 分开的 不可以 因为这里是A 接着B 又是不好 所以A和B加起来 就是不好 所以A一定不好 这种逻辑 不可以继续宣扬 现在可以继续宣扬 都可以继续宣扬